好那我继续稍微补充一下 就是我们刚用的是不是 就是完整页的 那么如果说 我希望说在这里 你看我们页面任务室这边 我现在是用这种方式对不对 可不可以 不要用这个方式 什么意思 因为我还得点进去啊 我才可以看到它 那如果我希望说 我的资料库 也可以跟我们原本外面的这些 区块的类型一起使用 你可以来这里 把它做一个转换 你看我点到这个资料库这里 我们 有没有发现有一个叫Turning to Inline Inline就是在行内 你看我把它按一下 有没有跑出来了 你还是有一个这个专属的页面哦 你的页面还是在这边哦 有没有你看左手边 真正的内容还是在这里 可是呢 它好像变成一个页框 就是一个内页的页框 哎我就砍入在你的这个里面了 这样有没有 如果你不需要那么多的内容 你就可以换成其他的 它就不会长那么欢 这样不是就可以看到了吗 对不对 那你下面就可以继续 你其他的这个东西进来 这样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比较了解了 哎刚刚那个同学 你现在那个非官网的 能不能抓到你的资料库了 可以了哦 所以应该是网页重整的关系啦 好所以你看像这样就可以用了 那这个是我额外在补充啊 所以他的资料库有两种 一种是你增加的时候 你就告诉他 对不对 你看我们DataPage InLive 他就会直接用这个方式呈现 那如果你用Forepage也没关系 反正都会建立出来 只是呈现的方式 有一点点不一样而已 OK 这个是跟大家稍微补充说明